持续来关心故宫争议连环报才刚发生三件的国宝骨破损 现在又传出了故宫要终止与蓝千山馆的合约 把寄存的珍贵古物交还给民间 故宫提出了五点声明 强调了库房空间有限 不适合让私人无偿寄放 学者就提出质疑说 这批文物已经在故宫存放了50多年 怎么现在突然没有地方可以放 质疑故宫院长吴蜜茶 用人不专业 珍贵古瓷器有的被打破 有的自行碎裂 故宫保管古物争议延烧 现在更传出故宫主动联系蓝千山馆 提出不再续约 要把寄存的珍贵文物归还民间 全台湾除了故宫 不可能有第二个地方 它能够有这么多的人力物力 能够能把这些珍贵的人物 做仔细的研究保存 消息一出学界一片哗然 因为这蓝千山馆 是来自出身板桥林家的林伯寿 他一生最新收藏古文物 在民国68年挑选出古宴109方 精选书画219卷 当中包括珍贵的唐储岁良 黄卷本蓝亭 既存在故宫 更付上100万元的斩铺费 没想到现在故宫发5点声明 强调库房空间不足 不宜长年提供私人 无偿计放 同样引发质疑的 还有故宫院长 吴密查的用人哲学 爱用周部署 欲缺不补 都让学界议论纷纷 尽管吴密查院长替自己辩驳 但从典藏文物被毁 现在又顿然决定 让珍贵古物回归民间 不只恐怕一失 也让国人无缘 一睹风采 记者林盛杰黄卫财 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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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